杨子琼今年以电影妈的多重宇宙夺下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成为影艺学院开办金像奖95年来第一位亚洲影后 如今她再度带来喜讯 60岁的她和爱情长跑19年的77岁前法拉利总裁上陶德在瑞士日内晚晚婚 成为名人圈的一对家傲 杨子琼以妈的多重宇宙一片成为2023年的大赢家 早在年初她就先夺下第94届国家评论协会最佳女主角 和第80届金球奖音乐喜剧类影后 最后又成为美国演员工会与奥斯卡的首位亚裔影后 事业和爱情两得意 杨子琼的光芒照耀整个好莱坞 她和尚陶德的爱情始于2004年6月在上海相遇 虽然尚陶德在隔月向杨子琼求婚 她也答应了 但两人却仍维持情人关系近20年 杨子琼参加的各大活动场合中 总能看到尚陶德的身影成为献煞众人的幸福佳话 巴西及FE知名赛车手菲利佩马萨在社群平台为他们发表喜讯 并标记杨子琼和尚陶德的名字 隋文附上一张看似喜帖的卡片 卡片上写道 我们2004年6月4日在上海相识 2004年7月26日 尚陶德向杨子琼求婚 她说好 在6992天之后 7月27日与日内瓦 我们在家人朋友们的陪伴下 一起开心地庆祝了这个特别时刻 杨子琼是现代女性的标杆 她不被年龄束缚 追求自己事业的同时 也没有放弃爱情 如今在自己认为对的时刻 她步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我们为这对美满的夫妻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喜欢记得订阅我们 一起了解更多热搜事件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